現在是百大研究生意院副院長 主要研究的領域是中國哲學史、儒學、道家與道教 近年來主要著力於宋明哲學與魏晉哲學的研究 出版專著八部 庄子哲學研究 中國哲學數五獎 一本與生生 禮儀言論綱要 宋明理學數五獎 中國儒學史宋元卷 郭向庄子駐研究 細本與神話 章載哲學論述 立民的拼接 瑞丹觀念下道教藏身技術的開展 意著五部 王碧老子駐研究 近代中國之種族觀念 宋的思想史論 張學成的生平與思想 帝國的話與政治等 發表學術論文四十余篇 2011年被評為北京大學石家教授 2017年陸選首屆 白京市七年教學名師 我印象中立法教授還是我們中國之間是學費的副委長 現在副委長 秘書長 我這手頭拿到的稿子 社費兼職沒給你寫 你應該是好幾個秘書長副委長 還是我們中華州子學費副委長 可見我們提供給我的稿子信息不全 這是我印象中的 其他的我沒有印象的 或者說有遺漏的 立法兄就淡淡一點了 可惜 好 那我們下面就有請立法兄給我們開講 給我們講莊子的哲學 好了 立法兄交給你 好 謝謝 祝才兄 感謝南昌大學的邀請 感謝信國老師和朱台兄 非常榮幸有機會跟大家做這樣一個交流 其實信國一直是希望我們能夠過去一趟 但是事情實在是太多了 所以就是以這樣一個方式跟大家做這樣的一個分享 今天講的題目實際上就是我去年出版的一本書 就是《莊子哲學研究》 那這本書也是我從16年開始來 在北上講莊子哲學 莊子經讀的這個課程的一個產物 也是一段時間在講述的過程當中 開始對莊子有一些新的思考 那麼當然因為我從去年10月中旬 莊子哲學研究出版以後 基本上我的這個研究重心已經向新的方向轉移 也在開始寫新的這個書 所以我們可能因為我今天有些問題 可能對我去年的一些思考還是有一些推進 那麼我們今天的這個現場講座 還是這個要用PPT 我就先屏幕分享一下 好像是可以分享 各位同學能到這個我的這個PPT吧 這個黑色的這個PPT能看到啊 嗯嗯 這個就是我在有一個地方做演講的時候 這個找人給我做的啊 這個我不會做PPT 但是好在現在會用的 嗯 那麼我們現在呢就進入到我們的下午的主題啊 就是因為我這個PPT內容呢是非常多的 所以我就集中在幾點來進行 這是我這是我整個PPT的一個目錄啊 這個目錄下面呢當然就是進入到第一個部分 第一部分是關於莊子 嗯嗯 我其實是寫莊子哲學研究這本書啊 嗯 首先的一個原因就在於我對過往的 嗯 莊子哲學產法 實際上有不足之感就是有遺憾 而我總覺得我們在過往的這個研究當中啊 對莊子哲學的高度 莊子哲學的深度 嗯 以及對莊子哲學文本的 啊 細密的閱讀程 嗯 都不夠令我滿意 這個當然涉及到各方面的原因啊 這個最主要的原因還是莊子本身的複雜 就是莊子這本書本身的複雜 嗯 這裡面當然也包括傳承方面的原因 嗯 我們讀論語啊 你可以看到論語有很多的版本 有那麼多的注釋 啊 每一句話都有 嗯 幾乎每一句話都有這個完全不同的解釋 對自意的迅僱 這個 句子的意思 嗯 由這個句子的意思所傳達出來的整體的思想 那麼這些方面呢 像論語這樣的書啊 我們會發現都有非常分歧的意見 但是不管多分歧的意見 他大致的思想指向還是一句話 這個原因呢 我個人有一個 理解 這個我認為主要的就是論語 這樣的經典 它的一個口傳的 一個解釋的傳統 其實沒有中段 沒有完全中斷過 由於沒有完全中斷過 所以 呃 孔子的教會啊 還是以 呃 某種非常直接的方式 保留在各種各樣的 這個關於人欲的解釋當中 啊 莊子的情況不一樣 那莊子的情況呢 呃 其實從漢書一文治啊 啊 裡面我們就可以看到 這個莊子當中 呃 呃 莊子 真正的開始引起重視 其實不是在改安 漢代其實沒有太多的人 這個關注過莊子 或者說對莊子的關注是非常 少的 那當然不是說完全沒有關注 這個劉香劉欣負子 這個包括班古 啊 他們當然都是應該看過莊子 啊 但是沒有什麼太多深入的研究 而莊子的這個文本本身啊 啊 呃 呃 有沒有一個完整的一個口傳的 呃 呃 系統 就是能夠一代一代傳出來的 啟動 這個都很難講 啊 雖然我們在呃 先秦的哲學當中 我們確實能夠看到莊子的普遍的影響 啊 廣漢的影響 比如莊子對呃 比如詢子裡面對莊子的這個討論 啊 比如這個韓非子 啊 這個劉孝桿先生 在《莊子哲學及其演變》這個書裡面啊 呃 就特別是強調過 這個 呃 出現過 呃 莊子裡面啊 這個對韓非子的一些影響 就韓非子裡面受到莊子的一些影響 呃 莊子這個真正受到關注呢 那當然還是魏晉 魏晉這樣一個特殊的時代啊 一個特殊的風氣 使得莊子這樣的經典 開始得到了人們的普遍關注 呃 所以在魏晉時期啊 突然一個非常短的時間內啊 這個有非常多的這個 這個莊子的 著本出現 那這裡面代表性呢 有幾家 其中 司馬彪 啊 這個崔壯 啊 向秀過小 啊 這個是最突出的幾家 呃 但是這幾家的出現呢 其實都是在一個 呃 斷裂和中斷的基礎之上 就是整個漢代 呃 對 莊子的這個漠視 其實導致了 對莊子這個文本的解釋啊 本身就已經 隔斷了 這個隔斷造成了實際上一個大問題 就是由於沒有這樣一個口傳的傳統 我個人覺得就是到了魏晉時期 呃 基本上大家都是 施心呃 自用式的 呃 呃 呃 那麼這是一個我們要面對的一個問題 所以導致的一個結果呢 就是 對莊子的這個 這個 理解呢 一方面 呃 大家都 認為莊子 是 很了不起的哲學家 很了不起的思想家 莊子這個書裡面啊 有很 呃 重要的 呃 思考的含量 呃 有很多重要的哲學思考 這個是 大家都公認的 這個書你就怎麼讀 你都覺得讀不完 就哪怕逍遙有 就你逍遙這麼短 逍遙並不是一個什麼長篇 然後結構就這麼簡單 裡面就是講個結構故事 有些對話 但是你怎麼讀 你都會覺得有一種 呃 無窮無盡的 讀不盡的感覺 就是你老覺得他有言外之意 對吧 他總是有一些好像沒有完全 說出來的 呃 你沒有完全把握的東西 在那兒 就是你甭管你讀的已經覺得有多深透 但是還是會有這樣的感覺 呃 這是一個方面 另一個方面呢 在對莊子的這個理解的時候呢 又普遍的把莊子 嗯 就 解讀為某種 比如 相對主義者 不可知論者 等等 這樣的解釋 很多 到近代這個中國哲學展開的過程當中呢 這樣的解釋其實很不一樣 這是我當年在 在研讀莊子 在 呃 上課 因為我上課也會講到莊子 因為我講到這個事 但是並不是專門的這個 做莊子的一個研究 到後面我做位級全學 特別是做郭祥的莊子柱研究 那麼重點是放在了郭祥的莊子柱 也沒有放在這個莊子哲學本質的這個思考 呃 但是總有一種 呃 極度的 缺憾的感覺 就覺得 如果莊子就是這樣的 那麼莊子的哲學 所以基本上很多的這個理解 也基本上 呃 逍遙是目標 歧物是手段 呃 達到歧物的這個 呃 通過歧物來達到這個 這個歧物當然有這個不同的理解 呃 有時有講歧物論 啊 有講歧物論 那這樣的解法 那麼也有很多的這個分析 當然局部呢 也有很多 有一些相當深刻的解釋 呃 包括郭襄啊 包括後來的王树枝啊 呃 包括 張太炎的齊哥史 這個 我在越的過程當中 我對這三家是 受益最深的 那最往近的是 仲泰的 這個裝飾發胃 呃 那麼這個 這些這些家呢 也都我 我認為都有非常 在很多細節上 做 很深刻的地方 但是就是 無法 看到裝子哲學的一個 深刻的一個 一個整體 這是我不滿的 還有一點呢 就是 在研讀裝子本的時候 呢 呃 有些 特簡單的地方 好像 大家的解釋 呃 當然都沒問題 但是遇到一些 特別麻煩的一些概念的時候呢 呢 基本上都 蓬瓦過去 那就 就沒有對裝子 呃 穩穩做特特別深細的推究 所以這些是我在 之前 這個的一些 感受 那這個感受呢 在我 2016年開始在 北大開 裝子精讀這個課以後呢 呃 我在 課上 呃 帶學生 一句一句 詳細去 產法和解讀的過程 呃 表現得越來越突出 所以呢 這個是我整個 當時 呃 那關於裝子呢 我們這本書啊 我們 不多講啊 其實我覺得今天很多 挂著裝子哲學 就是不打書名號的 裝子哲學的主題 其實都應該 更嚴謹一點 打上書名號 因為實際上 他研究的是裝子整本書 這這種研究方式 他可以有背後的一些理由 其實這就是郭向當年的方式 那郭向就是 呃 裝子的這個 整體的一個研究 內外雜 呃 內外雜 他 全都認為是裝子本人的作品 但是你內外雜 如果全都是作為裝子本人的作品 你必須得面對一個問題 就是內外雜之間如此巨大分歧 啊 這個你閱讀的過程當中是非常明白 思想上的分歧 思想上的充補 是如此的接軟 你怎麼調好 那郭向是用 激言初異的方式 來調好 那激言這個方法 大家有時間可以看 柏仁蘭先生對這個方法的強調 這個湯仁彤先生也講 這個怎麼消解 呃 裝子的這個 這個 內在的矛盾 內外雜三篇的內在矛盾 用激言初異的矛盾 我在 呃 裝子哲學研究這個書裡 講郭向這個書裡 也有充分的矛盾 也有充分的矛盾 那你必須再調和這個東西 但我們今天 很多的研究 混雜 內外雜 混雜的探 不分 然後對 這裡面尖銳的矛盾 設了個境 並且在方法論上根本不提出任何一點 明確的理由 對吧 你 砸銀內外 砸三瓶 混著銀 你講裝子本人的思想 你混著銀 理由何在 你能不能給出充分的理由 你覺得其實是給不出充分的理由 所以這些很多研究我覺得應該 嚴肅一點 在自己的書名上面 加上 莊子 加上書名號 你研究的不是莊子這個人的書名 那麼傳本的問題 我們在這兒非常簡單的說幾句 我們現在看到的三篇本是郭向 那刪削之後 這個哲學史上已經非常明確的 結論 班固看到的是52篇本 司馬彪著的也是52篇本 當然司馬彪著的52篇本 跟漢書一文治裡面 班固看到的52篇本是不是同一個本子 這個不好講 這個中泰先生認為不是 就當然我們不去做這麼詳細的一個考驗 但是無論如何 我們現在看到的33篇本 這個內七篇 麥十五篇 雜十一篇 這個版本是郭向山靴 這個整理的版本 但是大家一定要注意 郭向山靴和整理的工作主要 是在外雜篇做的 在內篇沒有做的 這一點看路德明經典視頻 試文說很清楚 因為在那個時候 莊子的各種本材在 這個司馬彪著的莊子 這個崔鑽柱的莊子 對吧 這個郭向柱的莊子 都在 所以這個 一對就可以清楚 所以那篇的各家病童 就是那篇呢 這個內七篇 這些本子是 所以這次點要特別注意 那關於內外雜的這個分篇 到底哪個部分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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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莊子本人 是莊子本人的作品 這個 這個一直有爭執 當然三種意見 一種是剛才我說的 就是內外雜不分 這個 甚至強調內外雜 打破內外雜的邊界 這個 王淑銘先生就這麼講 這個 莊子教权這本書裡面 他整體態度就這個態度 這個態度 我是不認同的 另外一個是 認為那篇是莊子本人的作品 一種理解 外雜篇 是莊子後學 或者後製學莊者 這給大家一定要注意 我在莊子哲學研究這本書裡面 特別強調了莊子後學 和後製學莊者 這個區分 後製學莊者 不是莊子的傳人 莊子後學就意味著莊子的傳人 第一代弟子 第二代弟子 這叫莊子後學 後製學莊者這個講法 這個是 王淑銘的講法 叫王福智的講法 我認為這個講法 我認為這個講法是 比較穩妥 就是莊子有沒有弟子 有沒有傳人 這事兒值得質疑 但是有一點 後製有很多人 羨慕其文憤 欣賞其思想公道 在讀到了莊子的作品之後 開始進行模仿 這個是 應該是莊子外雜篇 裡面主要部分的來源 所以有一部分認為 那篇是莊子本人 所作外雜篇故事 還有人正想反映 外雜篇是莊子本人的作品 那篇故事 持這種觀點的在學者 學界比較少 當然這裡面最代表性的人物 是任聚余先生 任聚余先生是認為 外雜篇反而是莊子本人的作品 那篇故事 他的理由主要在於 這個 史記的莊子本 因為史記 給莊子有一個短的轉 這個短的轉的 這個前半部 前面一小 一段 主要就是在 講 莊子姓什麼名什麼 是 哪個地方的人 盟人 這個是曾經做過七元利 然後 大概的年代 跟誰有交往 後面是 他是引了一些莊子的 這個 文字 那麼 引莊子文字的時候 我們可以看到 他引的全是外雜篇 沒有引 內篇 所以 任先生就有一個理解 他認為司馬遷心目中 外雜篇是莊子本人的作品 所以他引的都是外雜篇 因為 司馬遷去骨未圓 所以司馬遷對這個問題的認識 應該是更準確的 這個呢 當然大部分學者不持這個觀點 這個 大部分學者還是清楚的認識到 內細篇的這個讀書 當然這個問題我個人認為 真正的解決 還是要到一個 小板先生的這個 裝子這些機器演變 就是通過 最主要是通過這個 字 語言 上的這個 就是單字的使用 早於組合詞的使用 精神 是連用的情 一定晚於精和神 單用的情 道德 單用的這個情 但單用的這個情形 一定早於 道德連用的情 這個還有性命 主要是三組的這個概念 這裏面當然 近年有一些年輕學者 對這個問題提出了新的 看法 提出了新的挑戰 但是我認為那個挑戰是個場面 包括認為道德性命 這個精神 即使放在一塊也不構成這個單個的詞 這個 這個論述是沒有理的 這個論述是沒有道理 對吧 這個這兩個字放在一塊 它是不是一個詞 道德 精神性命 放在一起 和 的情況 總不會早於 精神 道德 性命 單用的情況 至於說它是不是這個詞 夠沒構成我們精神這個詞 道德這個詞 那就是這樣 所以這種分辨呢 有的時候我也覺得是 強生史 把本來搞清楚的問題 又 搞糊塗了 那麼基本上 劉孝函之後呢 認為莊子那一期篇 莊子本人的作品 這個是具主流認識 這個 那麼 我的這個莊子哲學研究 那為什麼 書名就是莊子 而不是打書名號的莊子 是吧 因為是莊子那一篇被認 被經過考證 可以認定是莊子本人的作品 這個相關的考證 我就 不多說了 因為我們的時間 非常有限 我在莊子哲學研究這本書裡面 我是非常強調性的突出了 莊子那篇的整體性 和莊子那篇的完成度 我認為莊子 從 從概念的關聯 從篇章的安排 從觀念演化的這個 節奏看 莊子那期篇 它是非常 完成度非常高 整體性非常強 這個形態 是非常強的 但是 最後的 呈現出來 流傳出來 就是以完成度 非常高 整體性非常強 這形態 出現 這是我的認識 在這個部分 最後一行 大家可以看 我在这行里特别强调了庄子世界中的人 这个实际上对来讲 庄子内期篇里有那么多对话那么多故事 这里面人物之间的关系 过去的研究里面有一种 我认为特别不好的 草率的 鲁莽灭烈的这种倾向 这种倾向就是 这个只要不是庄子内期篇里头明确被批评的 这个议论就被认为是 庄子本人的思想 就被简单的认为是拥有最高思想境界的 人的思想 于是呢 我们会看到南国紫棋成了智德者 被当成南国紫棋的这个话被当成了智德者 座望的延回也被当成了智德者 当成拥有最高境界的人 这一类的现象是 在我们的这个 研究当中非常多 然后不加辨析 不管这个人物关系 不管这个人到底是不是庄子 意义上的智德者 不管这个故事当中的人 他说的话能不能代表庄子本人的思考 忽略掉整个故事的 这个构造 忽略掉这个 对话关系当中的人物关系 混杂的引入 基本上这是 我觉得这是一个普遍的情况 这本书出来之后 当然也就是 其实在某种意义上 是对 之前的这些的 解读方式 展发方式 一种 一种 校正 当然也是一种批评 当然我的研究是在前辈的研究基础之上 所以所有我批评 的 这个 批评过的学者 都是我受益极多的学者 也是所以在批评的过程当中 实际上会知经 学者就是以不断的质疑 来推进学术 这是学术的真正文艺所在 这个地方我都不多说了 这是我关于庄子这件事 那么其实这一点 庄子世界中的人物 这是我的庄子哲学的研究的地点 这个大家有时间会去看 包括孔子老子的问题 那么剩下的一点时间 因为我们整个的讲座时间 是 两个小时 我一般都是 不拖时间 是严格控制时间 那所以我们后面大概我讲到 4点 这样我们就 还有一个小时的时间来产发 这个庄子的哲学 由于我这个 其实这个PPD内容是比较多的 所以我就 集中几个问题 来展开 并不是 不会把我 这个PPD内容都充分的来展开 当然我们还会有留一点时间来跟大家做过 首先是逍遥 首先是逍遥 逍遥 刚才我讲到 庄子讲逍遥 我们 在理解 庄子哲学 第一点就要问的问题就是 逍遥到底是起点 还是目标 能不能把逍遥理解为庄子的 人生哲学追求的目标 这个 其实是过往 大部分 研究者都是这样 不论怎样好像逍遥都是 都是目标 这个 未经时期其实就这样 这个 未经时期像相互逍遥 和支顿逍遥逸之间的不同 就把庄子的思想理解为 目标 是逍遥 但是这里的问题就来了 如果内欺骗的整体 其实内欺骗的完成度和整体性 决定了我们到底能以多么深细的程度 去面对 这个 庄子的庄子内欺骗的问题 还原为更普通的一句话就是 我们能不能以最庄重的态度 来面对庄子的写作 所谓以最庄重的态度来面对庄子的写作 那就是 你一个字不能清一方 他的编排 前后之间的那几天前后之间的顺序 你不能随意的 理解 如果他是一个 像我在书中成下的人 其实我觉得我是证明 他的这个整体性完成度 这个其实也是在延续着刘孝感教授的这个工作 就像我教授在 在这个庄子哲学极其演变的这个考证的一个部分里面 是有这点的 这个考证 大家可以去详细去看 那么如果庄子内欺骗有极高的完成度和极高的完成性 那你就考虑 内欺骗的这个顺序 对吧 为什么起点 为什么第一章是 第一章是逍遥 逍遥其误 其误论 这个养生主人间是 得重复大宗是英帝王 英帝王为什么是最后 有人一看到英帝王 放在最后 英帝王 英为帝王 只要帝王 那是政治哲学 于是就拿来所谓的内生外王知道吗 你不仔细看看庄子那期篇里 对政治治理这件事 漠视到什么程度 庄子是如何怠慢 那些关注治理这件事 庄子对如何治国这件事 是非常不经历 你说为什么不经历 其实庄子的态度大概就是 反正也这么好 庄子的理解基本上 理想的知识只是历史的偶然寸进 就是那伟大的圣人 偶然的居然就成为了 这个 统治者 你想伟大的圣人 最高拥有最高境界的人 居然就碰巧成了 这个国家的治理者 你想想这是历史上多么偶然的事情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 庄子 其实不在乎 治理这件事 所以在这个地方 让他把这个英帝王解释为这个政治哲学 政治思想 然后于是讲内圣外王之道 这又是把 杂篇里天下篇的这个观念我们前代 这个 而且天下篇这个内圣外王之道 大家很多人就看了 不看 内圣外王之道 是在天下篇第一章 内圣外王之道 都不能指后面 那个 古之道数有在于是者 某某某 某某某 吻风而月 对吧 那个古之道数 五个古之道数有在于是者 都不包含在内圣外王之道 因为 这五个古之道数有在于是者 都是内圣外王之道 这个 遇而不明 暗而不章之后 这些东西都是属于基本读文本的 就读文本的时候最基本的东西要注意 对吧 但是我们没有 大部分人没有 所以太多人的 庄子研究只不过是反复读庄子整本书留下的一个模糊的整体印象 然后用庄子的一些文本细节来 作证自己模糊的这个文本印象 但实际上呢对真正的文本结构啊 文本的细致的这个分析啊 没有真正的细致的分析 所以在这个地方呢 我就 很 清楚的 我强调了一条 就是这条路把它称之为真知之明 就从相遥为起点 到英帝王为终点 而英帝王是英为帝王 而帝王不是正正 帝王强调的是英为主宰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是一个追求主宰 我把它称为叫否定性的自主 这个这样的一个 一个 追求 那么这样一个否定性的自我的达到 是以达到真知 为前提 所以这是一个整个的一个理解 那么当然回到这来就要理解逍遥问题 那逍遥问题 谈到逍遥问题呢 我就先进入到我这个书里面 一个特别重要的区 就是沉默认和颜色 因为 我在讲授 庄子的文本的过程当中 在 讲庄子进入这个课的过程当中 我 大概到了18年 我开始清楚的意识到 这也是 之前也居然没有看的 我开始意识到 庄子那篇 明确 境界的 智德者 因为我是 不认为应该区分 智人 神人 圣人 因为实际上 你去在庄子那期篇里能明确的找到文理的正确 能证明 实际上 庄子的 智人 神人 圣人 是 用不同的名称 只 同意了人 就是拥有最高境界 拥有真正意义上 对道的理解 而这些人全都是沉默的 这代表性的就是 王台 不良意 这都是达到最高境界的人 在庄子那明确 是讲他达到最高境界的人 那其他人都 谈不成 南郭子齐 你仔细去看 在庄子里面 在庄子那期篇里 南郭子齐显然 达到了最高境界 南郭子齐 南郭子奎 南郭子奎 这三个人在庄子里面 这个前辈的学者已经有过研究 这三个人是 同一个人 这个名字抄写的过程当中没出问题 所以回到这个地方来 那么沉默者和言说者 这一对的这个 出现 就是 凡是言说的人 其实都不是 已经达到了智德境界 真正达到智德境界的人 要么就是 干脆 不出场 即使出场 也不说谎 我刚才说的 王台 是吧 哀台他 这两个人当中污主 不是 王台是污主 这个哀台他不是 哀台是恶害天下 是吧 那王台和哀台他 包括伯辉无人 是吧 包括伯良引 都是在别人的对话当中出现 就别人说的 这个是 这个是 中西文化交流回宫的 这是哪位的 在说 好几节 好像有声音是吧 哪里的声音 对 请各位 观一下 开一下 对 开一下 不是 关一下 所以回到这来 这个 这个 沉默者 和这个言说者之间的这个区别 这是一个 我认为非常重要的区别 正因为有这个区别 其实才带来 很多个问题 这个 这个 这个时候你就涉及到一个问题 比如就例子 这个 跟调语学究 跟赤焉 他们之间到底有没有区别 他们之间到底能不能被 能不能被理解为 他们 他们都是拥有 他们之间的境界没有分别 就好的 就像郭向当时住这个 庄子一样 认为这是 这个 骑虫小大 在 其实在 骑虫里面就是骑虫小大 庄子当然到 奇物论里面 当然骑虫小大 当然骑虫小大 那个骑虫到底什么意思 其实 还是要进一步的深入区域 但是大家注意的是什么 就是 过早的把骑虫论 带入到 骑虫 的理解当中 其实是有问题 这里面 区分出 这个 调语学究 和 和彭之间的这个 小大之变 他们之间境界的不同 这个在 那七篇当中 在 《骑虫》片里面 就有明确的文本证据 这个地方我们不展开这个文本证据 我们只需要看一条 就是 调语学究和赤焉都是说话的 而且都是嘲笑没有提 而彭 自始至终是 承诺 自始至终是 所以这点呢 是我们在 理解的时候特别重要 所以这个时候就光这一点 其实彭 与调和学究之间的差距就有可能 这里面我再次瞧瞧一点 在庄子那七篇里 凡是 智德者 这个你们 同学们可以自己去看 你在那七篇里去看 确定无疑的智德者 无疑例外 都是 没有中 甚至大部分根本就是没有出场 以缺席的方式出场 所以 言说者 这个 不是有最高境界的人 当然当然这里面马上涉及到一个问题 那这同时就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 智德所知不能进入言说 进入言说 那接下来的问题是 进入言说的 那么 跟智德所知是什么 既然已经进入了思想和言说当中了 那么这样的思想和言说 那么是真理吗 对吧 所以这就是我们要注意 这个沉默着 那所以呢 我们上来 就讲 这个一个问题 那么从这个问题出发 我们进一步再来看 那么逍遥到底是起点 是目标 这个问题我们刚才提出来 那逍遥到底 讲的是什么 这个问题本身呢 首先我们要理解的一件事 首先我们要理解 最后一个问题 就是 就是彭为什么要飞 这个从北鸣 北鸣有于华尔为鸟 齐名为彭 这个点大家注意 在《逍遥地章》里面 这个故事出现了两次 但这两次出现的时候是有细节的不同的 这个细节不同的 很关键 但是呢 这一千里 对吧 这个 然后他飞的时候 这个山洞 山洞翅膀 机器波浪 三千里 然后要团扶摇 而上着九万 如此奋力的飞 怎么弹得上消灭 一般意义上解的消灭 而且飞起来到底要干 到底想干什么 从北鸣飞到南鸣 有人说南方是光明之地 哪个哪一个地方告诉你南方是光明之地 不要再胡乱砸饮别的书来解装死 先找内政 对吧 在装死里面非常明白的讲 《逍遥地章》里面就非常明白的讲 北鸣是天池 在后面一段再出现 这个南鸣的时候 南鸣也是天池 北鸣南鸣都是天池 没有区别 区别在牧师 在飞起 在九万里而封死在下 那个九万里的这个高 这个 我们讲 我们讲这样的 这段 天池苍苍其政策也 其远而无所至极也 其事下也 亦弱势则矣 这段是在讲 蓬飞起来 然后开始图南 飞到那么高 九万里而封死在下 而后乃津 乃津 而后乃津 然后乃津 然后开始想 然后突然就引入了 这个段是有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视角 天池苍苍其政策也 其远而无所至极也 其事下也 亦弱势则矣 天池苍苍其政策也 这句话 显然是从地下 往上 这个视角是从下往上看 这是在地下的眼 在地上 不是地下 在地上的眼 在地上向天空中看 说天的苍苍茫茫的这个颜色 这是天的本来的颜色 这个天的辽远 是无所穷极的 接着 其事下 这个其 指的是蓬 那么蓬 向下看 以弱势则以异 应该 蓬向下看到的东西 跟我们 在地上 看到的 这 苍苍茫茫 遥远 无所至极的这个天 应该是 这样一个视角的 转化 其实 答案在哪 答案在这 答案在沉默者和言说中 为什么会有这段视角的 转化 因为 至得所知 不能进入言说 既然 至得所知 不能进入言说 大家就要注意 我们只能猜 就好像我们在地上向上看 我们无论如何看不到蓬眼看到的东西 我只能抬头看着苍苍茫茫无尽遥远的天空 然后看着苍苍茫茫无尽遥远的天空来猜 蓬眼中所看到的东西 所以这个在这个意义上 我在这就区分出了 我在书里面就区分出了 智德者和文道者 那文道者或知道者 的这个不同 文道者和知道者 这个不是真正拥有 最高精神境界 不是智德者 他们所知所见 对道的某种领会 并不是真有所见 所以能够进入言说 但他们对道的领会 只是对智德者 所知所见的 某种 揣摩 猜测 但是这个揣摩和 猜 这个猜测 有没有根据 有 这个根据在哪 这个根据从哪 这个根据就在 庄子里面有两个人 庄子那篇里有两个人 特别关键 一个是南国子齐 一个是颜徽 因为这两个人呢 一个人 这个 这个隐姬而坐 仰天而须 大烟似丧起来 就是曾经有过短暂 对道的某种 亲政 颜徽 作望 剁肢体 这个那个字有的地方写个会 啊 这个剁肢体 除聪明 离形去至同于大 那个作望 那个作望也是短时间内的 曾经体大 对 那个 智德所知的那个亲政 但是他们又回到 言说的 一个世界 所以他们带来了某种 这个真正的对智德者 所知的某种亲政的信息 所以这个庄子的这个人物的安排里面 非常的关心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我觉得 庄子在整个写作当中 他都灌注了一件事 一件事的这个透彻理解 就是 如何去说那不可言说 所以我之前曾经有过一个讲座 就是讲这个说不可言说 那这个小大之变这个我们都说了 那么 刚才我说的这个大知识也的敞开 这个就跟逍遥的这个 理解有关系 逍遥这个理解呢 原来就一直按照 走之的这个相待理解 但是走之这个逍遥二字啊 这两个字 说文理是没有的 所以到后面呢慢慢的 是有些变化 王夫之的 庄子姐 是把那个逍字改成了 消失的逍 那个逍字还保留 所以王夫之解逍遥的时候 王夫之解写逍遥的时候说 逍就是向于逍 遥是引人遥 这个解释已经有一个非常 算是一个突破 到后面 郭庆帆 中叹 特别是中叹 这个就明确 郭庆帆已经讲 郭庆帆说这个逍遥二字不见于说文 应该原本就写作 消失的逍遥 而大家注意李济谈公篇里面讲孔子 这个副手 业障逍逍遥于门这个逍遥就是后面这两个 就是 消失的逍遥 当然这两个字写成逍遥 消失的逍遥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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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其实就是 就是直接用的 这个后面这个写法 但是呢当然他的解释上我是有些不同意 有部分 我觉得引入了 这个 多余的要素 多余的 但是无论如何消失的逍遥 这个要都是否定 所以 逍遥是否定 通过否定 而达到大致境界的展开 否定的是什么 否定的是什么 否定的是跟实用有关的东西 跟公用有关的东西 逍遥有 大家注意 庄子 第一篇逍遥有最重要的 两个概念 除了逍遥以外 其实逍遥 除了标题出现一次 最后一章出现一次以后 在逍遥篇里没有出现其他 其实最重要的是 知和用 这两个概念 要想 获得真知的事业 就要 否定掉 那 实用性 功利性的关联 在功利性的关联里面 人在功利性的束缚里 在用的束缚里 大家注意 在用的束缚里 是无法 它敞开这个大智和真知的事业 所以这个 在某种意义上 彭的预想 凤飞的预想 九万里 而丰丝在下的预想 就是这个大智事业的敞开 这是真知之路的起点 接着第2个部分 我讲这个 奇物论的天类 刚才有同学问我 会不会讲到物化 我会涉及到一点点 天类的问题呢 其实天类这一章 大家一定要注意 就是 奇物论的一章 其实非常值得关注的是 一个问题 是之前 我认为学者都忽视 就是为什么 从丧火 居然会引中了 那这段故事大家都熟知了 南国紫棋眼睛而坐 仰天而须 大焉 似丧其偶 对吧 然后言成自由 历史乎前约 这个 何居乎行 不可使 如稿目 新不可使 死灰 死灰 那一章 那这里面大家很有意思的是 南国紫棋 在那儿引机 坐在那 然后呢 好像变成像一个 高木死灰一样 完全丧掉了 丧失 丧失掉了 跟这个数界的 偶对的关系 也就是说 丧失掉了对世界的 分别性的见识 那但是 接着的问题 当然 就涉及到一个问题 那 从南国紫棋的问题 从严惩 自由的问题 问到 说 说你的今天的这个 引机的状态 跟南国紫棋讲 和之前的引机的状态不一样 然后接着的一个问题就是 就是 他本来问的是 您这个引机是怎么回事 行固可始如搞磨 而行固可始如死 接着南国紫棋回答了一句 其实直接对不上的一句 他说 金者 吴丧 吴丧我 倒是接着前面这个问题来 接着就引入了 人来地来天 那我们现在问的问题是 吴丧我为什么会引出 人来地来天 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 到底关键 到底是什么 这里面大家要注意的是哪 是什么 就是 实际上 他讲 后来讲 天籁的部分 引出天籁 重点却放在了 地籁 而地籁就是 风吹各种 捧翘 然后 发出各种各样的声音 于是我们就知道 对吧 那么各种各样的音调 我们如果把各种各样的音调当成独立的个体 那于是就 就涉及到一个问题 那各种各样的音调是怎么来的 一个 来源是来源于捧翘的形状 另一个 另一个来源是来源于风 由风和孔翘的形状共同决定 音调的 这个大小高低 这是很容易理解 一旦风 这个 利风计 则众翘为序 声音就没了 所以回来 回来这次到一个问题就是 实际上在地籁的 关于风的那一段的描述里 那个所有的声音 那么复杂的声音的描述 那是在指 那是在比喻的是 千变万化的个体 那于是就涉及到问题 接着是吹万的问题 这个吹万不同而使其自己 吹万这个词的出现 这个有意思 这是 庄子讲实体 讲万事万物的本根 万事万物的总的根源和根据的 用的第一个 第一个动作 吹万不同而使其自己 吹万者 吹万 吹万者 就应该理解为吹奏万物的 那个 吹奏万物者 也就是说万物都被他理解为各种各样的音调 如果像理解 地赖一样 把万物都理解为各种各样的音调 那么 吹万者到底是谁 有没有吹万者 这个吹万者到 这样的这样的比喻性的概念 一直到 大宗师 才真正落实 就是 造物 造物者 和造化者 这大家知道吗 造物和造化在大宗师里面 出现 所以你看庄子的这个观念的演化 他是步步推进 这个是 要注意 所以这是说 吴丧国 那这个吴丧国 我可以引出天籁的问题 从整个对话的上下来看 从整个对话的上下来看 南国子齐回答和真正在 针对的是 严惩自由的问题当中的 行固可始如稿木 心固可始如死 归乎的那个始 因为严惩自由以为 严惩自由的问题里包含了一个意思 他以为南国子齐的引迹而做 大因四丧其偶 这个无散我的状态 是某种自觉的 结果 这个可始二字 引出的是一种自觉 然后到了这个 讲到天籁 引出天籁以后 吴吹万不同 而使其自其也 贤其自取 怒者其谁也 这个 吹万者就是那怒者 在地类的这个层面 在地类的这个层面是风 伏大快爱气 其兵为风 对吧 这个 那个那个实际上讲的是怒 那里面有那个怒的形象 所以 吴吹万者和怒者 怒者其谁也 这个大家注意 这两者 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一点 叫使其自己 就万物的自己 是 有一个东西 有一个更根本的东西 使其自己 这个是 这个部分 不能吵 吵吵吵吵的毒 吵吵吵的毒呢 一种毒法就是 所有的万物都是自耳 就郭相毒吧 自己 于是呢 没有那个那个吹万者 没有那个造化者 没有那个造物者 但是庄子 大宗师逍遥有 大宗师里面 明确的讲造物和造化 而且那个概念一层层推进 对吧 包括其物论后面讲的 真宰 对吧 像这样的概念 其实都是在讲着统一的 吹奏万物的 那个吹奏 就好像仅仅有各式各样的恐翘 并不能产生不同的音调一样 没有那风 没有那统一的风 各种恐翘 各种恐翘根本就发不出声音 所以利风济则 重翘为雪 这是非常清楚的 所以在这个地方大家一定要注意 所以怒者其谁这个问题 我认为不能理解为结论 而要理解为一个伟大的哲学追问 从这个哲学追问开始 才有真宰和真君的问题 才后面引出那个造物的问题 所以我说不能一方面 不能这个 就是这个地方不能草断 草斩的解 草斩的解要么就是成了万物自生 万物自耳自生 这个郭祥林 要么就是别的一种方式 就是把那个主宰性 又表达的强烈的一种方式 这两种方式 其实都是我认为理解 庄子的大问题 这是我们说 吹办者和使其自己的 这个关系问题 那么 其物论当中 还有一个大问题 实际上是涉及到 是非问题 因为知的问题 当然跟是非问题 是有个问题的 我们所有的知 在实践意义的指向上 都指向我们人的判断和选择 所以大家要注意 所以在庄子谈到知的问题的时候 不得不去面对当时的那种各种各样的知 所以在习物论当中 有两个脉络 一个脉络是在追问 真宰真君的问题 真宰真君就是 所有万物的 那个 主宰者 简单说就是主宰者 主宰万物 当然不能理解成人格意义上的东西 不能 这个没有任何人格意义上 其实用我们今天讲的 这个比较西化一点 这些概念 其实就是实体 万物的总的根源和根据 从这个角度来讲 那当然 另一个问题呢 是 就是庄子 其实一定要注意 庄子的智人 是不理人间事 他没有一个 其实没有一个 不严格的去区分 方内方外 方内方外 你只要一区分方内方外 无论是自居方外的 还是自认方内的 其实都 只获得了一片 不是真正的智德者 真正的智德者 你看王台 挨台 都是可以随便的 就在人间 包括薄红乌人 这个人干脆就没处理 补良影 这些人都是可以在人间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 一方面要从根本的意义上理解 真知一方面要理解 这根部的问题 万物之实体 万物之本根的问题 另一方面大家要注意 他要解决 人世间的具体的 选择和判断的问题 人世间自具体的选择和判断的问题 其实就是是非 所以 那里面要讨论 这个 如莫之是非 那这里面当然我都有一个区分 给大家注意 其实在谈到是非问题的时候 有两点 我向朋友们要注意 简单的认为 庄子就是 要否定掉是非 要抛弃是非 这是不对 因为很简单 超越是非的方式 不能以否定的 不能以否定是非的方式来出现 否定是非分别的方式来出现 最简单的就是 你认为分别是非是不对 如果你现在大家想一下 如果你说分别是非是不对的 请问你超越是非吗 你超越是非分别了 你只要说分别是非是不对 那也就意味着什么 那也就意味着 你引入了另一个层面的是非 你还在是非的道路 是非当中 所以这就是 是一一循环 是一一无穷 非一无穷 是非的无尽循环 你否定不到 你超越 所以超越是非 这个问题不是那么简单 还有一点 不是说所有的知识 所有的具体的知识 都是是非对的 所以这点大家要注意 庄子里面有一种知识 不可避免的 叫可不可知之 这一点在聂缺跟王尼的对话 这个是看的 可以看的充分 不同的物类 有不同的可不可知之 这个可不可知之 是个体在偶然的环境里 不得不有的 对吧 你鱼有鱼的偏向 迷路里有迷路的偏向 人有人的偏向 猿猴有猿猴的偏向 这个庄子讲得很清楚 对吧 你就算人都都是人 对吧 你不同地域的人 他的倾向就不一样 南方人就喜欢潮湿 北方人对潮湿就有一点反感 我一到潮湿的地方 你不舒服 对不对 那这就是偏向 那我就不舒服 那你总不能说 我会舒服之错 对不对 我只要不把我的舒服 强调你强加为你的舒服 把我的不舒服强加为你的舒服 我只要不把我的舒服不舒服 愿意不愿意 喜欢不喜欢 上升为某种处编的东西 在这种情况下 我可不可知之是无可厚非的 不管自己 甚至是不可厚非的 其实我们一定会有的 甚至是必须的 对不对 所以这里面大家一定要注意 只有把这个可不可知之 局部的偶然的 一片的可不可知之 上升为某种普遍的 之的时候才成为是非之 这就是所谓的如某之是非 有一天上课讲过 像孔子 莫子 孟子这样的人的区别 基本上可以理解为 这个星座的 这个不同的区别 这不同星座的人 那就性格不一样 你这莫子就是像一团火一样 燃烧自己 这个奸爱天象 没完没了的 这个孔子就觉得 爱要有差的 孟子也是这么讲 所以这个就不同 但是你别 你别这个上升 你把你自己这个认为是绝对对的 我这个性格就是对 我这个态度就是对 你那个态度就是不对 这个就是把自己的可不可知之 上升为是 所以这个大家注意 这种上升可不能想 把局部的知上升为普遍的知 其实是很多人类的最大的暴行 背后的那个道义基础 打着引号的道义基础 群体性暴力背后都有这个 打着引号的道义 这个所谓的道义 而这个所谓的道义 都是把自己的局部的知上升为普遍的知 这一点张太元在奇物论事当中 是有非常重要的批判 所以这个是大家要注意的 那这个地方当然怎么样超越是非 那庄子的方式是以名和音识 大家以后不要再闹这种笑话了 这个虚然一讲 没落以名 曾经见过一个考试题 这个考试题 这个名词解释 没落以名 怎么会没落以名 怎么会是词主呢 以名和音识才 以名才是词 没落以名 是不如最好的方法是以名 对不对 这个以名和音试呢 这个其实 非常 难理解 这个就在停留在一般的层次上 非常难理解 我们在这点 我非常全宜的就讲一个讲话 所谓以名音识 其实着眼于 那个通之用 对吧 所以那个 为事不用而遇诸庸 这个庸业者 用业 用业者通业 通业者得业 事得而计 那段话是理解以名和音识的关键 而音识的关键 其实简单说就是 普遍的肯定 你普遍的否定 其实就一定会引生出新的是非分别来 普遍的肯定 才能把 被 被莫名其妙的上升为 普遍的之 还原为具体的一篇的之 把是非之之还原为可不不之之 还原到它的恰当方面 所以在某种意义上 我们可以从这个角度来理解 当然 这个地方 我们注意 真正根本的解决 就是是非问题的真正根本的解决 其实还不是简单停留在一个是非的层面上 因为是非这个层面上 你即使是因是 就是普遍的肯定 我们简单说就是普遍的肯定 你对你对你对你都对 我不说谁错 那既然都对 你喜欢吃鱼的也对 喜欢吃虾的也对 喜欢吃猪肉的也对 喜欢吃辣的也对 喜欢吃甜的也对 那大家都对 那大家的对都是相对化的 大家的对既然都是相对化的 就把那普遍的之还原为是非主义 但是这个马上也有一个问题 这不是相对主义吗 这不是我正是我们批判的相对主义 那庄子不就是简单成了一个怀疑论证 不对 因为庄子的这个根本问题 是非问题的根本解决 还是要在这个地方解决 真正的这个奇物 这个地方解决 大家一定要注意庄子讲奇物 就是庄子讲奇物 庄子认为用思辨的方式去奇物 其实是老神明为一 这个老神明非一 其实是批判会诗的 大家不要以为奇物论是庄子的发明 其实天下篇所讲的五个古之道 五个古之道处有在于逝者 其实都是奇物 奇物的思想在当时 是很多家共享的事情 会诗其实就讲奇物论 所以大家去看会诗的 利物之义的十个命题 那是利物之义的十个命题 就是用明学的方式 这一点是谭介福先生讲 会诗是真正的明家 他区分了墨家明家行明家 明家跟行李家是不一样的 这个我认为非常了不起的一个区分 明家 真正的明家只有会诗 就会诗是真正的 可以说参谋主义上是逻辑学家 就真正的用思辨方式 用逻辑思辨的方式 把万物等同情 但是庄子怎么批评他 你这老实名为义 其实真正的奇物是知通为义 这个知通为义实际上 有这个 刚才这个下面有一位朋友 问这个物化的问题 通为义其实包含了物之间相互的转换 物之间既然能够相互转换 就包含了万物之间 这个通一气之化的万物之间的一个普遍关联 普遍感通和普遍的这个转化 其实万物之间的这个普遍的转化 一个物能转化为另一个物 其实这里面最简单的不用说一个物转化为另一个物 一个物跟另一个物有关系 其实有相互作用 其实都意味着彼此之间 他们的基本原理是互通的 彼此之间他们是互相包含的 最简单大家可以想一下 A影响B A作用于B 什么叫A作用于B A使B发生改变 这是这段时间我常用的一个论证的方式 A使B发生改变 既然A能使B发生改变 说明B当中包含被A改变的可能 既然B当中包含被A改变的可能 说明A的基本原理不在B 所以非常简单就是劳神明为A 这个不是劳神明为A 这就叫知通为E 所以万物之间的通为E 但是这个通为E不简单的是一个奇同万物的意思 这个通为E里面包含了一个非常重要的 非常重要的一个证明 这其实也是我今天讲的 这个庄子哲学的这个重点 庄子哲学的这个重点 其实庄子哲学里面在讲到 以名音室那一段的时候 为什么说刚才那个以名音室的讲法呢 特别是在用这个层面 为事不用而欲重 在通知用这个层面上来解决 这个问题还不够个别的一个解决 为什么这么解决 就是因为这个在这一段里面有一段特别重要的一段论述 就这一段论述 这一段跟前面提到真宰 若有真宰那个问题 是关联在哪儿 这段话是这么说的 物无非比物无非是 所有的事物没有不是那儿 因为任何一个事物相对于别的事物来说 它都是那儿 物无非是 所有的事物 就相对就针对自己来说 无非是自己的事 接着这段话很有意思 自笔则不见 自知则知 从对方那一面 从那边来看这一边 从那儿的角度看 就看不见 从自己这个方面就能看见 有人说那怎么就能看见 很简单 你现在在想什么我不知道 我在想什么你也不知道 我在想什么我知道 你在想什么你知道 自笔则不见 自知则知 你现在眼睛看着的东西 我跟我眼睛看的东西不一样 我眼前看到的东西 这个长久 这是我眼睛 你眼中的东西我不真的 对不对 这个很清楚 那这句话也很重要 故曰比出于事 事意因比 比事方生之说 这个方啊 就是 其实我之前讲文语的时候 我常常讲这个 有朋自远方来 方来 方来连读 方是两条船并开放的水里 所以隐身出来是一其一并 方生就是并生的意思 比跟事是同时并起来 好 很有意思是比出于事 事意因比 从这句话来说 事是根本 比根源于事 但是接着无法下谈 在 这段话之前 因为这是 这两段话 是同属于庄子 文本当中的一个 一个大的 这个直接论述的段 庄子里面有很多部分是故事 但是也有非常 这个庄子作为作者本人的出现的就是那个直接论述 这里面最长的一段 就是 习物论 南郭子齐之后 南郭子齐那第一章之后 然后 大之贤贤 小之贱贱 大言言言 小言 沾沾 其魅也 文交 其绝也 形态 以皆为够 日以 心斗 那一段 那一段 大家注意 在这段里面 既有这段 也有这段 非比无我 好了 注意这段 比出于事 比出于事 事是根本 非比无我 我如果是事 或者此的话 那比是根本 也就是在这里面 此来源于彼 在这个地方是彼根源于此 这怎么理解 这地方就非常有意思 非常有意思 所以呢 实际上呢 到这个地方 非比无我 这个地方 就已经很有意思 这地方我就 直接给结论 非比无我 的这个 根源性 这个比是什么 这个比就是 吹万策 就是前面提到的 一个吹万策 就是那个万物的根源 总的根源 和根据 所有的万物都来源于它 所有的万物都以致为根据 这个比 为什么有这个比 这个根源性的比 所以我和这里面分出了两个比 一个是根源性的比 这个根源性的比 很简单 再回到这来 自笔则不见 自知则知之 这回到一个基本问题 如果这个世界只有我 三次主义 如果这个世界只有我 没有别人 没有别人 只有我存在 那请问我是不是 对我的一切都应该知道 我应该知道一切 这个大家稍微想一想 如果只存在我 那我应该知道一切 那只有我 这里面涉及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课题 要注意到在这个时代 这个中国哲学家 就是庄子所处的这个时代 中国哲学家面对着一个普遍的挑战 就是一个所谓的普遍的挑战状况 是什么 普遍的挑战状况 就是所有人的理论 所有人的思想都在面对着最尖锐的质疑 都在面对最根本最尖锐的质疑 没有人的思想能够在质疑之外 所以孟子以那样强的姿态 一生都在辩论 于其好便在于不得已 为什么 其实这个情况跟这个西方近代 西方哲学的起点 笛卡尔雷时代其实已经很差不多 就是你的这个理论呢 你哲学的理论的基础 你要给出确定无疑的基础 确定无疑的根据 所以你去看笛卡尔 这个普遍的怀疑达到我思的这个人士 而有趣的是 在面对这样一个极端深刻的质疑的时候 所有的哲学家都在 这个时候的真正深刻的哲学家 一定要去寻找那确定无疑的哲学基础 而确定无疑的哲学基础 要去寻找这件事都居然东西方哲学家不约而同的 其实谈到了梦的了 这个笛卡尔雷这些沉思集 第一沉思上来就是一个梦 然后我这个梦见自己都在壁楼边在读书 醒来之后发现自己 我自己正常在寻 那么到底是我梦见自己在读书是真的 那个梦是真的 还是我现在在床上这是真的 简单说就是我怎么证明自己不在梦 这个说实话 这个从现实中国当中 我并怀疑 醒来就醒来 但是如果真正去理解的时候 你会发现你确实没有办法证明自己不在梦 没有办法 没有证明 当然 当然这个笛卡尔庄子 笛卡尔和庄子走的路是不一样的 庄子特别了不起的在于 就仅简洁的一个转身 所以我有的是讲科会 讲到这个地方就会感慨 这匪夷所思的天子 他也谈梦的问题 戏者庄中梦为蝴蝶也 徐徐然蝴蝶也自于事之于不知周也 额然觉则徐徐然周也 不知周之梦为蝴蝶 与蝴蝶之梦为周瑜 则周与蝴蝶必有分 以此之为物化 物化这个概念出来了 物化这个概念怎么出来 对吧 昨天我庄中梦见自己变成蝴蝶了 飞得很迂寒 醒来之后发现我是庄中 发现我不会飞 于是就产生了一个问题 到底谁梦见了谁 是我庄中梦见自己变成蝴蝶 还是我蝴蝶 还是我庄中只不过是蝴蝶的一个问题 所以这里面大家一定要注意 这一章非常有趣的是 两个不知 不知周也 第一个不知 第二个不知周之梦为蝶 与蝴蝶之梦为周 这个地方我在之前写过那篇文章里 我就讲 这两个不知是有非常重要的不同 这两个不知 包括作业也不一样 第一个不知讲的是什么 第一个不知讲的是 直接意义上不知 当庄中梦见自己变成蝴蝶的时候 不知道自己不是蝴蝶 就像你在梦中 你不想有些同学不能有过飞翔的梦 反正我是有过很多飞翔的梦 每个一段时间就要飞翔 飞的时候根本不知道自己不会飞 上个月还飞了一次 不知道自己不会飞 醒来之后发现自己不会飞 所以 所以第一个不知不知周也 这是直接意义上不知 第二个不知大家注意 其实是知道的 醒来之后又发现 醒来之后发现 我好像不是啊 我怎么就是庄周啊 但是确实知道自己好像昨天做了个梦 但是不知道谁梦谁 谁是谁的梦 这个不知是无法证明的不知 这两个不知发挥不同的作用 第一个不知 由于庄周梦为蝴蝶的时候 不知周也 说明蝴蝶之境和庄周之境是隔断的 是分开的 分隔的 这是第一个不知的作用 第二个不知 不知周之梦为蝴蝶 以蝴蝶之梦为周语 证明蝴蝶之境和庄周之境是可以相互转化的 所以前面一句 则周与蝴蝶必有分离 强调庄周之境和蝴蝶之境的分隔 然后此之微物化 强调庄周之境和蝴蝶之境之间可以相互转 这是一个非常伟大的 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伟大的 这个证明我把它称为叫客体存在证明 就中国版的客体存在证明 其实迪克尔的思考证明了我死之后 迪克尔要保证这个世界的存在 是通过上帝存在证明来保证世界的存在 这个具体证明我就不讲 但是装走一转身 一个不知 从两个不知直接达到这两个确定的 但是这个地方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什么 很简单 什么叫客体存在 当然可能更好的说法 那是客境存在 客体跟客境还是有区别 这个之前我们有一个讨论的时候 我有一个弟子 也是现在是好朋友 我一学生就提到过这 就是在我的这个用词里面的 这个客体跟客境之间的 你们还是应该做一个分输 虽然两者之间是关联的 客境存在的 什么是客境 就是在我之外的其他境遇 而其他那个境遇一定是我不知的 一定有我不知的东西 如果只有世界上 只有我的这个境遇 那我一个全知的 正因为我不知 所以这个不知太重要了 这个非比无我们回到这来 非比无我 这里关键处就在于 是由不知证明了那个比的存在 不知证明了比的存在 我在想说不知证明了比的存在 什么意思 因为我不知道 所以证明这个世界不是只有我 如果这个世界只有我 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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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对自己应该是充分了解 充分掌握 我既然对自己没有充分了解 没有充分掌握 就证明这个世界不是只有我存在 是有别的东西的存在 而且这个比还是个根源性的东西 为什么是根源性的东西 因为我的最根本的不知 我不知我从哪来 我不知我要哪去 其实我也不知道我在 我也不知道我是谁 这一连串的不知 都是根本性的不知 这种根本性的不知 标志出一个根本性的他者的存在 根本性的比的存在 这个根本性的比 就是那真宰真君 就是那吹幻者 就是后来的大宗势力出现的造物和造化者 或者我在书中强调的毒体 这个毒 所以呢 有两个比 两个层面的比 所以我在这里面 我当然就没有办法 这个给你们画一个图 就是根源性的比 这是根源性的比 由根源性的比 产生出我 这叫非比无我 由我 在产生出与我相对的 同一个层面的比 于是有两个比 比出于是这个比 根源于是的 根源于我的这个比 是跟我同一个层面的比 同一个层面 他者或客进 而非比无我的比 这个比 是作为万物的根源和根据的这个比 也是一切的这个根源分局的这个 所以到了这个地方 实际上我们把 已经把庄子的这个道理 已经推进到了 这个比较深的程度 所以庄子里面在奇物论里 一直被忽略掉的一对概念 是使得根源于是 回过头来看这个 使其自己 这里面包含了人的生存的极重要的一个情供 就是人的根源性的主动性 和人的根源性的被动性 自己是一个人的主动性 使其自己 对吧 吹万不同而使其自己 就是每个人的自己 都是为某个东西所使的 又呈现出人根本的被动性 使跟彼的这个存在 就使得自我 自我的这个自主 同时 这个自主性 又是一个人的本质的被动性的成型 这样的一个本质的被动性 其实当然就出来 那么物化和不知之之这个问题 我们其实讲到这儿 就基本上就把这个问题讲完 其实最重要到这个地方 实际上我们把问题已经推得很深 这里面引致一个重要话题 就是不知之之的这个东西 而不知之之 可以说直接引出 不好意思 我们这个就是最后一个问题 就是真理性生存 什么叫做真理性生存 真理性生存 这是我认为这是庄子的这个所有的追求的根本 就以真知为基础的这个生存 就是真理性生存 而最根本的质 确定无疑的普遍的质 这样的真知 实际上在庄子那个地方 这个质是以不知的方式呈现 这个大家要注意 这是我在很多地方多次讲过 不知是最根本的质 最确定的质 我知道自己 不知道 最确定的质 当然这个 其实我还讲说这个 这个不知有不同的层次 我知道自己不知道什么 我不知道自己不知道什么 这是完全不同的质 所以最高的不知 是连自己不知什么都不知道 而这样的不知恰恰是 最根本最确定的质 而这样的质 恰恰是没有质的对象 没有对象的质 没有对象的质 就是质的一种成型 真知的一种完全的成果 而这种真知的这种完全的成果 这个大家要注意 这其实我用的词是成果 完整的漏洞 没被遮掩 在最根源性的不知知识当中 最根本的那个知成果 而知在这个地方 那个主宰的含义就出来了 所以实际上大家要注意 我们在讲知的时候 很多人为什么说从真知 从逍遥打开大知或真知的起点 一直到英帝王 这个英帝王我强调的是 英为主宰 英作主宰之意 帝和王都是主宰之意 为什么这么强调 就是因为这个整个真知 那个知指向的是最根本的决定意上的主宰 这个知的主宰意 这个很容易理解 知周知事知信 对吧 知福 这个知是有主宰意的 我们知 我们求知为了什么 我们求知是为了影响和控制 我们的一切知都指向的是具体的 这个影响和控制 其实本质上的都是这个词 对吧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 那真知就是最高的主宰 就是真君 真宰的成果 这样的真君和真宰的成果 这是庄子的哲学 真正的主宰 到了这个地方 实际上 这个我们已经呈现出了庄子的这个哲学的一个 就是我在庄子哲学研究里面 探索的一个庄子的 我认为庄子的一个根本的一个哲学思路 这里面当然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后面很多东西不能再展开 所谓的真理性生存 实际上最直接的体现 其实就是最后庄子的生存 庄子的人生态 否定性的 否定的自主性 否定的自主性 而这种否定的自主性 其实我把它理解为七元 其实就是每个人都应该有的这个七元 什么叫否定的自主性 其实就是 人的最根本的决定意 这个最根本的决定意不是主动的肯定性 而是否定性 所以孟子的大丈夫是三个不 富贵不能淫 贫贱不能移 威武不能取 庄子的真人也有三个不 大家可以去查 不逆寡 不谋视 不雄成 三个不 为什么都是 很简单 这个道理基本简单 你想做什么 一定就能做 这个世界上没有这样 没有这样的辩论性 没有这样的决定性 谁也没这个权利 想做什么就可以做没了 但是居然人人都有一种能力 就是我不想做什么 一定可以不想 所以在慕如意义上七元就是这个 庄子为什么守在七元 所以他整个的真相的一个状态 都是根源于这个 真意经历 这个就是 不知之之 同时大家也注意 这个不知之之 引出非常多对我们的知识 要么我们还是讲一讲对 最后我们讲一讲对 不知之之是最确定的知识 这个揭示出一个特别重要的东西 这个其实儒家也讲的 就是人的本质的无知处境 在现实生活当中 我们人认识到自己本质的无知处境 这对我们那种无节制的求知 对那种科技主义的求知是一个根本性的约束 这张我们以这张结束 我再讲准备 然后再开放讨论 就是南海之地为书 北海之地为乎 中央之地为虎 铺壶断 这个地代我刚才解释 这个往是传站 讲的 庄子节讲的挺批 讲书和书呢 都是短暂的电梯 短暂的知识 但是呢他却把书跟书跟书跟南海之地 北海之地连起来 也以为南海是明北海是汉 这个其实不对 至于各种各样其他的混杂 我在庄子哲学研究里面都有过 都有都做了这个详细的讨论 其实南海北海强调的就是相对相反 书跟书强调的是短暂 南海之地北海之地 是相对相反的短暂的书 而知都有主的意思 所以是地 中央之地是混沌 无知之地 书与乎持相予 欲于混沌之地 书跟乎作为短暂而相反的知 能够相予欲于不知之之地 就混沌 混沌待之甚善 也就是说混沌呵护了相对相反的短暂的知 也就是说你在不知之之构造的一个环境里 所有的具体的短暂的有限的知 都能够恰当的实现自身 不至于过度 书与乎谷谋抱混沌之等 因为人皆有蹊跷 以视听实戏 实戏是存在 视听是认知 对吧 这个其实里面又次强调了这个认知 此足无有 这个就没有 常事常事凿之 因此来凿 这个最有意思的是 我在书里面也都讲到 认凿一笑一翘 蹊而混沌死 很有趣的是 为什么要七翘而混沌死 也就是混沌死是用了七天的时间 这个其实早一翘混沌已开 混沌已开则混沌死 这个没有任何问题 那为什么要七日而混沌死 所以我说这是一个历史意义的东西 就整个无知之之不知之之 人对自己本质的无知不定的 这个深刻理解和动作 这个在越来越强的 具体性的知识的追求当中 被历史性的 在历史性的趋向当中 被历史的遗忘 并且遗忘中 就这个过程是一个历史的过程 恐怕也不会完全的打倒 就是人们完全丧失了 对自己本质的无知处境的 那个领会 那个根本性的领会 也不会完全忘中 但是总之具体是预阻挡的地位 所以我在我那个书的 这个到水第二章的结尾处 就专门写这一段 以一种历史性的遗忘就开始了 人们忘掉了自己本质的无知处境 而从而失去了 对这个充满不测的这个世界的敬畏 其实这个对充满不测的世界的敬畏 其实在庄子这也是有 好吧 这个地方我当然就不到这儿 就是这是我们这个最后讲到这儿 所以庄子里面是强调那个命这个概念 好吧 跟而且庄子里面的命就用到 跟孔子跟孟子是一个主 我的这个讲的内容就到这儿吧 那个 是 我是要 我暂停共享 嗯 没错 我替我接下来 嗯 好 我结束共享了 我这个 那 那个 讲 你就 讲到这个地方是吧 我就讲到这儿吧 我就讲到这儿 因为这个 这个 反正我书也在了 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再去读我的书 因为 这个其实内容太多了 好吧 嗯 对 庄子这个 也很复杂 好 感谢立法兄 这个用了 一个半小时 给我们 把庄子哲学 一个说 庄子这部书吧 这个 主要的一些个问题啊 做了一个 很清晰 也很有 读到见解的 一个 一个解说 庄子这部书啊 这个由来已久 争议很多 首先这个 内外 杂三篇 究竟怎么个 对待 怎么个认定 学术界呢 这个长期是有不同说法 当然多数意见呢 是认定这个 内篇呢 是庄子本人所做 是吧 外杂篇呢 这个情形就更复杂一些了 那么这个 立法兄呢 给我们 把庄子 读里头吧 这个主要的一些个问题 庄子 庄子的主要的思想 像逍遥啊 天啊 是非啊 也就是说的 这个奇物 是吧 也有意见说 奇物论 这样一些个问题呢 做了很有深度 应该说也很深入浅出 大家都能听得懂 对吧 把它做了一个 很好的一个 一个解释 一个解说 这个对我们呢 这个去 重读庄子 去理解庄子 是 很有启发性 对吧 这个 我们也再次感谢 立法兄 下面看看我们 这个 同学或者听众 有没有什么问题 立法兄你看看 好像我看到 有这个 有两个问题 你看看 做一个回应吧 好 好 那个问题在什么地方 我怎么看 你看那个什么 聊天 是吗 对对对 我看到 看到 有位李宁同学 这个问题呢 是这样问的 这个 说蒋作宗 指明了 非彼无我的重要性 指出了 彼是万物之根源 在书中呢 也提出了 作为此的心 和作为彼的 深的意志性 和两指之间的 这个独立性 这个问题呢 这个问得非常好 这个 看来 看来这个 对这个书也 也做了这个消化 这个问题呢 其实我刚才 确实时间不够 我也没有做充分的展开 我正好借着这个 在冲信的 两个层面的比 一个是根源层面的比 真载 真君 造物造化 其实都是指 这个根源性的比 那么同时呢 这个 我或者此 根源于这个 根源性的比 而来的 我或者是 或者此 他又面对一个 与他相 在同一层面的 那个比 比出于世的 那个比 这个比出于世 那个比呢 实际上 首先对于 一个人来说 首先就是 心跟身之间的 这个 不一致 不协定 就是心灵 无法完全做得 身体的主 其实这个在 庄子的 那个 那个 其有真君存烟 是吧 百害 九窍 六藏 该而存烟 无谁 无谁与为亲 那段 那个地方 其实已经在 讲这个问题 其实我们 人一生 其实你 稍微想一下 从你的心灵 这个明亮开始 你一直在培养 和训练自己的 这个身心的协调 你这个对身体的控制 其实只是到了 某一个阶段 好像有了一定的控制 但这个控制 仍然是有限的 比如你不能控制 自己的身体 你不能决定 他生不生病 你不能决定 他受不摔 而且到了一个阶段 那人原本拥有的一些能力 你达不到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 这个身体是一个最近的比 然后进一步的 这个是 还有其他类型的比 比如他者的心灵 他者的心灵性 是另一类的比 还有我们说的 这个物质类的 其他的存有 我们人陶冶乱物 因为孟子的话来讲是陶冶 其实这个黑格尔讲 黑格尔那个劳动的概念 赫雷先生就把它 翻译成对物的陶冶 那么在陶冶万物的过程当中 你不可能随意的陶冶万物 万物的陶冶里面 有你不得已的东西在 我今天这个讲的里面 那个比 这个比 我没有进一步的 把它突显出来 就是那个所谓的 那个客体性 那个客体性到底是 那个反之是什么 那客体性的本质就是不得已 就是不得已 不得已又可以分为 不得不和不得已 对吧 这个具体的区分 我们不去玩它 什么是客体 客体就是你无可无可的 所以知其不可奈何 而安之若命 所以知其不可奈何 那个就是客体 就是客进 就是那个客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 也在某种意义上 也设计到一个绝梦之间问题的解决 就是 迪卡尔也 也是通过那个梦 然后达到那个普遍怀疑 然后我自过在 推出我自过在 推出我的存在 然后要用上帝存在来证明 客观 这个客体世界的存在 但是庄子不是这样的 庄子其实 奇物论最后一章 它其实潜在一个方式 解决的方式是 我干嘛要证明自己不在梦里 你在梦里 你难道不是也在梦里 也面对那个不得已吗 你在梦当中 你的那个不得已 会比你在醒觉的状态下 那个不得已更强 其实在某种意义上 梦是个更客观的东西 是一个更无可如何的东西 你白天你还可以控制自己的心绪 你说我控制自己不想什么 你晚上做什么梦你怎么控制 对不对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 这个不得已只是更强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 那么那么 从这个角度来说 那这个 人生活在 一个根本性的不得已 这个根本性的不得已 就是这个命 不测的偶然 而不测的偶然就是 这个命的突出强调 就是在大宗师的最伟 大宗师的最伟一样 那个命字 而那个命字的提出 其实是 就很重要 我在书中其实讲过 我说 我非常怀疑 我当然没有用特别严 特别 输卷 掉书带式的那种考证方式 来解决这个问题 我是觉得 其实庄子是出自原线门海 原线之学 你把最后一章的那个 瓶跟瓶的那个用法 你再去找瓶和瓶之间的关联 跟子供和这个原线之间的关联 其实是隐含了一些 我认为非常重要的东西 总之一句话 那那个命是什么不测的偶然 那这里面就涉及到一个 更根本的问题是 那真宰 就是一切万物之本根 它是一切万物的主宰 那么这个绝对的主宰意 大家注意 这个绝对的主宰意 和那个不可测的偶然之间是什么 这其实是 就跟我们人的这个自主性 和人的整个身心里面当中 种种不由我们自主的那些东西之间 这其实恰恰是主宰意的关键存在 所以书里面有一句话 我因为写书 这可能也是我写书的问题 其实有些地方可以 重复多一点 讲的再多一点 我讲说不可主宰性 是主宰意成立的关键 这个大家可以去思考一下 所以像刚才这个同学的这个问题 我就像这个是李玲同学 来上大学的 我对这个问题的这个就回答到这 好吧 下面我看 下面李玲同学的问题到这吧 那么如何看待用像术学解装的方法 这个路子在送以后似乎尤为有影响 有局部的科学之处吗 我基本认为无科学之处 这个庄子跟像术学没什么关系 你用像术学解装意 是不是一个好的完整的路子都不好讲 对 你可以算是解意的一个方式 括弓庄子 庄子看不出明确的 医学传承 你要说它有 异道大异哲学的某种影响 这个可能有 但是像术这一脉 庄子恐怕不怎么讲 当然你说庄子 里面有没有涉及到一些什么 这个像术学类的东西 梦之中又沾其梦烟 这子这里面是讲沾梦 这个是有明确的记载的 所以这个 我认为这种方法不可取 像庄子这样的伟大的经典 其实不仅是庄子 包括孟子 包括伦语 首先应该取内政 我觉得我对现在的 很多的这个理解方式 比如不是太接受 就是研读经典的时候 这个杂语 比如举个例子 来不来就拿淮南子 叫正庄子 你拿淮南子叫正庄子 请问淮南子怎么来 这个毛病 这个很多前辈都问 淮南子什么时代的说 淮南子跟庄子这个文本 到底什么关系 你说的行 你不能说淮南子 这句话做这个 然后说这句话 在庄子当中应该做这个 那淮南子在写作的过程当中 它是一个论辑 它是一个 它是一个集体作者的一个产物 那一个集体作者的产物 在形成 在用各种各样的文本 形成了一个 自己的文本的过程当中 它要根据上下文 要修订文字 那修订文字的过程当中 你不能说淮南子这句话 跟庄子这句话 看起来应该有关系 那淮南子这句话 应该是庄子那句话的原字 那这从何谈起 这种方式其实都挺脏的 另一种不合适的 不对的这个理解庄子 理解哲学 理解中国 甚至理解哲学的方式 就是用现代自然科学 我多年讲 我说只要是 你看哲学研究作者 只要用能量 来解释什么哲学问题 这就是根本不懂哲学 为什么根本不懂哲学 能量的概念是微轻反思的 什么叫能量 物理学把这个事说清楚 所以黑格尔在哲学史 讲演录里就讲过 反正讲了好几次 那个时候他就已经在面对 那个自然科学论 所以黑格尔就讲过 现在这个 黑格尔这个时代 已经自然科学都已经兴起得很 蓬勃成长的界障 黑格尔说你们 看起来经验观察很好 但是你们在概念的分析上 你们都达不到亚里士多德 别看亚里士多德 很多人说错 但亚里士多德概念的变析 概念的反思程度 那不是你现代人 自然科学所能达的 所以这些方式 我认为都不妥 下面 我太入迷了弄这个 没事没事 下面我还要 我还要再回答哪边 我再回答一个问题 这个以明和阴士 请问如何定义以明阴士 这个阴士我觉得 我还可以 就是直接 以明和阴士 我只能大概的 我到现在只能大概确定 在庄子哲学框架当中 它是怎么发挥作用 它不是什么 我知道 但是就直接的 字意训功上 到底怎么定义以明和阴士 那么以明这个以呢 两种可能的解释 一种可能解释 把以直接通假为 那个不得已的那个以 就变成指 以明就是指明的意思 另外一个以呢 就是把这个以理解为用 因为以有用的意思 我更倾向于把它理解为用名 用名呢 就是在通之用之中 就是那个为是不用而欲助用 的那段话 的一个解释 然后阴士呢 这个地方我倒觉得 王凯月那个讲话 挺不错 就是你 就是他跟我讲的 你你要破这个是非呀 你否定是非之别 是不对的 而是把那个是非进行还原 还原到那个可不可的层面 就是不要提普遍的是非 而就是 而是要把它还原为 可不可 可不可然不然之之 最好是还原到可不可之之 可不可之之 就是个人的喜好 这种个人的喜好呢 这个层面呢 这个不可避免 这个呢 联系起来就是说 这个同学我要跟你讲的是 这叫初纪 这叫什么名 那个 这个可不可之之的 他这个 跟 跟那个诚心有 跟诚心有关系 你的东西啊 大家一定要注意 那个诚心呢 很多人把诚心理解为否定性 是负面的 其实不对 张子上下文里面看出 诚心是不可避免 谁都避免不了诚心 就是你有自己的偏好 但是你别拿自己的偏好 干扰别人 这你这个诚心啊 就是可不可之之 所以这个音试呢 我觉得基本上 从这个角度来说 当然这个以名音试呢 从音试这个地方 进一步谈呢 实际上还是涉及到 那个鄙视关系问题 一到鄙视关系问题呢 就是一个更根本层面 然后引出那个 不知之之的问题 好吧 这是我们大概来回答的一个问题 有同学问逻辑与哲学的关系 哲学不能不用逻辑 一定是用逻辑 有人说中国哲学 没有逻辑 我觉得这话说法就没有逻辑 你哲学怎么能没逻辑 对吧 那张子没有自己的思考的逻辑 那当然有 老子里没自己的思考逻辑 当然有 但是中国确实没有 抽 抽离 思考内容的 纯形式的逻辑 中国即使是莫变 即使是莫子的 经上经下经说上经说下 大曲小曲 这是非常著名 被认为是中国逻辑学的著作 但是不能认为 那是中国逻辑学的著作 那是什么呢 那是我把它理解为叫逻辑性反思 这一点反而特别有意思的就是 其实你去看康德 你去看黑格尔的逻辑学 其实黑格尔的逻辑学 破形式逻辑 破之前的那个形式逻辑 最重要的是 他有一个仿次 他说你脱离思想 来研究思想的形式 这是研究不了的 你怎么可能脱离具体的思想 研究思想形式 就好像一个人要学游泳 你不能在草地上学游泳 你只能在游泳的过程中学 所以黑格尔逻辑学 对前面逻辑学的最大的突破就在这 逻辑学本身就是思想的内容 思想展开的内容 他就不是纯形式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 我觉得 所以我倒觉得中国哲学在这个方面 很了不起 我最近有一个体会 也是最近我的研究 新的研究思考 研究写出和思考方向里面 引入的一个东西 就是中国在先秦这个时期 就是春秋战国时期 哲学问题的普遍性 这个哲学问题的普遍性 你可以去对一下 在那个时期 有什么哲学问题 在那个时期没有提出来 哲学问题 所有的哲学问题 在那个时代都有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对所有哲学问题的解决 全都是理性 不用任何神话性的要素 你对比一下柏拉图 你就知道 柏拉图对话里多少神话 理解神话不是 他想得了 但是我们在同一时期 甚至更早的时候 我们可是用的纯粹理性思考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 不能说中国没有哲学 中国的这个 不能说中国没有哲学 更不能说中国没有国际 两者都不能 但是中国的逻辑的形态 始终是 那个逻辑性反思 它是跟具体的哲学思考 始终密切结合 这点在默辩里面 就刚才我说的 非常非常 我觉得这是 我要特别强调 这恐怕是我们这个文明的 一个非常重要的 就是我们从来 不脱离实际内容 做纯形式的事 在原本 当然近代以后会有 会有不同 这是我们的这个 这是我的这个理解 还有什么问题 我们 庄子的逍遥 与自由主义的自由 有什么区别 这个问题 我已经回答过 就是 如果你 如果你一定理解 按未进的方式 理解逍遥呢 或者按之前那种学者 理解逍遥呢 那你可以在某种意义上 跟自由 跟那种 无拘束的 不受束缚的自由联系 但是 我刚才已经讲过了 在我看来 庄子追求的不是这样的逍遥 庄子的逍遥是否另一 消失的逍遥是遥动的 消失和动遥 动遥呢 束缚 我们大致视野的这些事 这是我要强调的 问题其实挺多的 我最后再找一个问题 随便随机性地看一个问题 看一个后面提的问题 后面有个谢谢老师 这个是问题 杨老师好 庄子的文学性 是否可以作为理解的终点 庄子有文学性 我这个地方我最后做一点回答 我对庄子的文本之美的理解 庄子的文学性 其实不是庄子的重点 庄子确实是哲学品 虽然他文章确实非常好 当然把庄子作为一个文学的作品 当然是没有问题 因为庄子确实是 秦以前中国文章的巅峰之一 当然不能说只有 孟子有孟子讨论 甚至墨子都有墨子的好 虽然我前几年为止不喜欢墨子 我觉得最近从现在在读墨遍的时候 我觉得非常了不起 但是庄子 你要真去想理解庄子的文学性 我倒觉得文学性不好 就是去理解庄子的文章之美 因为那个时代没有这个意义上的文学 如果理解庄子的文章之美 我建议你还是去关注庄子的一些 他的文章之美美到底在哪 我提示几点 其实你去看 有很多人都喜欢 特别喜欢《孝悠》第一章 喜欢《奇物论》第一章 喜欢《养生主》第二章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写的文学性特别 就好像那个想象力特别好 文字又特别美 其实文章要说从文章之道来说 最难写的是人间世第一章 你要读出人间世第一章的文 第一章的美 我觉得你对庄子的文章之美 就更深有问题 庄子的那个文章真正好 好在他不怎么在意 他是真不怎么在意 他常常这个话都重复着说的呀 比喻大就是 其大若垂天之云 逍遥游里面垂天之云 就用了两次 您换个比喻不行了 没有 他讲一棵树高 那个是真美 讲那棵树高 人间世 说那树高到 临山时任而后有之 什么叫临山时任而后有之 临是 以上临下叫临 这个树比那个山高了十任之后 才开始长树枝 这说明什么 比山高了十任 以树枝以下都是树干 你就想想 这树干得有多高 你再想你们树得有多高 这是庄子的文章 我倒不觉得 中国很多作品 尤其秦以前的作品 几乎可以这么说 秦以前的作品都不应该 当作文学性 把文学性放在地位 因为那个时候书写成本太高 那种悠闲式的 消闲式的文章 太费钱 谁会写呢 所有写文章 一定是有重大的意义 指向着重大的意义 要么治国平均 要么人生根本的问题 就是这样的 才写 所以这个是 这是我就要注意 好吧 那 那 那 我 还有很多问题 我就不一一回答了 大家如果真有兴趣 希望大家能去读我的庄子哲学研究 庄子哲学这个书呢 我希望你要么不读 要么你就认真读 这个书 肯定不是你两天就能读完 肯定不是你两天就能读完 如果你想真的想 从我那读到点什么东西的话 有点收益的 你读个一周两周的呢 读一遍差不多 特别第一遍 耐心一点 相信我每一句话都是认真 我庄子哲学研究这本书 我最 我最自信的一个地方是 当然这也是我一直写书的一个原则 当然在这本书里面特别充分 我真的是一丝不搞 所有的地方都是深思熟略 真的每一句话都是深思熟略 好吧 行 我们就到这儿吧 我们时间也已经是足足两个小时 立华兄也是给我们讲了一个半小时 然后三十分钟的给大家互动 是吧 我看这个提的问题不少啊 是吧 那后面这个立华教授呢 也已经说了 大家回头了 看他的这个庄子哲学研究这部书 是吧 这个还是有机会 这个做交流 或者说互动 我们今天还是时间有限 那么庄子这个 这部庄子齐人 齐书了 他在整个先情吧 在诸子百家当中 应该是读书一派的 是吧 有他的这个创建性 而且的确是这个文字了 也很多地方是比较肺色难懂 需要用心这个去反复的阅读 好吧 那我们今天就到这个地方 有机会啊 请立华兄啊 也给你先算一个预约吧 有机会还是请你到江西来一趟 对吧 或者说这个我们以会议啊 讲学啊 或者考察等等方式吧 好吧 好的 谢谢 谢谢助财兄 谢谢各位同学 好 我们再见 那再见 再见 好 谢谢 那个南昌下的年不少诗啊 好 再见 再见 好 拜拜 好 祝你江南日 谢谢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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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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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